惊人大雨下个不停 奈良可爱的鹿群 眼看药不到鹿饼可以吃 只能到商店的屋檐下躲雨 一脸无奈的目送游客离开 超长的降雨带 从日本九州四国到本州南部的进击地区 全都盖好盖满 28号高枝德岛以及路尔岛线 雨量都飙迫记录 位于四国的爱源县甚至有地方 在短短三天之内就降下超过一个月份的雨量 有道路的路基被掏空 滚滚泥流冲刷而下 涌进民宅 著名的观光景点京都阑珊 河水湍急凶猛 原本往来河面的无形船 宣布28和29号两天都要暂停营业 业者忙着把船拖上岸 让外国游客扑了个空 强风暴雨的恶劣天气让各地交通大乱 雨天机场在28号有数十架航班停飞 九州地区也有多条铁路线因此停开或雾点 气象单位预测封面接下来还会向东移动 28号晚间开始 关东东海以及东北地区也都会出现局部好雨 紧接着今年第一号台风艾维尼 还会在29号以及31号分别接近冲绳和关东地区 恐怕带来新一波的雨势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